好,大家好,來到雲觀科技hashtag的時間 錄影的時間我又是在越南這裡 這條片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在其中一個市中心的地方 後面就是這個 那時候法國殖民來的時候的建築物 就是一個Opera House 還是有一些法國的建築特色 另一邊其實在胡志明市 本身沒有地鐵的 剛剛正在建地鐵 所以大家看到後面就有一個地鐵站的出入口 因為上面這個 以我僅有知識 應該是通風口來的 設計是很像的 所以整體在越南裡面 當然都是跟我之前和雷總一樣的說 都是 繼續覺得是挺樂觀 因為整個人口結構等等 相信它的macro economy 如果沒有犯大錯 或者可以吸收東亞某強國的一些失敗經驗的時候 應該都是可以發展起來 而暫時 雖然越南是一個 就是 嗯 共產的國家 但是它這一刻 就是和西方社會 它沒有特地說要 特地靠哪 靠美國多一些 還是靠 中國大陸多一些 它都比較騎場一些 這個態度都是說 做生意我就做了 沒有所謂的 不會抗拒 它都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做 所以就 都叫做幾成功 吸引幾多外資等等 那上次就 帶過大家來過 那就是胡志明那一像 那邊就是一個 嗯 嗯 以至廳的地方 那下半部的影片呢 就是會帶大家去一個 其中一個重要的建築物 就是叫做 獨立宮 那它中文譯名就是叫獨立宮 雖然現在經常說獨立 就是一個比較 controversial 一些的做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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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介紹就 intro就是這樣 那上個禮拜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非常忙 就沒有時間拍影片 所以要集定一個禮拜 但是 今個禮拜就會補回一條影片 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欣賞 那眼前的就是 嗯 剛才我講的 Opera House 那 其實很近 嗯 剛才我覺得的地方 還有 有一節之前的影片 介紹這個 咖啡的公寓呢 其實都是很近的地方 因為 何志明市整體是挺小的 那 其實很容易就走得完 那 所以就 除非如果再去一些特別的景點 就要去到比較遠一點 但是整個市空心呢 就 整體來說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 那 還有整個市都是 發展著很快 那我看到一些名牌 譬如前面就 看到都說 Mandarin Oriental 在西貢裏面 那 都是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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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Opera House 那 很久 歷史了 因為 整個近代的越南歷史來講 一開始就是要說回 1850年代 那 法國就 統治了越南這個地方作為殖民地 那 然後就 其實 嗯 19 10年 20年 年初到 然後其實就 嗯 開始 其實就成立了一些 共產黨這樣的成員 所以胡志明就是其中一個 創辦 就是在 越南共產黨的成員 那所以就 為什麼本身 其實胡志明是 其實是要叫做 就是 就是 這個 西貢的 那 但是他之後就 當 就是整個共產政權是 統治了越南之後呢 就改了這個地方 就叫做 胡志明市 那 其實跟著 殖民地 跟著就是 去到 就 二次世界大戰 那就是日本都 嗯 打贏了 就是當地的政府 那 所以又是 統治了越南 那 但是後來 跟著就是 分開南部和北部的越南 那 美國曾經是幫過南越的 那下半截那一個地方 就是獨立宮呢 米阿信總統呢 都來過 開會的 但是因為 始終在 美國本土裡面的 反戰的態度太強 那所以就 最後撤了很多軍 導致 南越就輸了 被北越統治了 統一了整個越南 那所以就 整個越南國家 就被共產的政團 就贏了 那所以 自此呢 西貢這個地方呢 就改名叫做 就是 胡志明市 那 大約的歷史呢 就是這樣 那其實 搞清楚這幾點之後呢 就會 比較容易明白 他的情況 那就沒有辦法 進到那個Opera House 可能就是之後 如果有機會 有些Event 等等 但是就 都幾有趣 那整個市空心 都是圍繞 這幾個地方 都是很精彩的 那就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那下半截呢 我就會講 獨立宮 都可以給大家 看到一些 過往的歷史 還有一些 就是 不同會議的地方 都是很有趣 多謝大家支持 好 進到來呢 就 這個建築都幾特別的 因為呢 這個宮呢 本身就是 應該法國政府 就在越南的時候 是植民的時候 就 在這裡建築的 那在何志明市 這個地方建築 但是之後呢 就是當 越南政府拿回之後呢 跟著就 改了名 就變回了一個獨立宮 一個獨立宮 但是 它那些建築 我又不是覺得 那個特色是 立即見到 是羅馬的建築 但是就 第一呢 這些 這些 其實都幾美 很古色古香 很少在 就是 其他地方是 看到 我想中國大陸可能會多些 但是 其他地方 就是西方社會 就真的比較少些 但是 再加上這個 這樣的四方 作為中心 跟著就 各國 跟著新宴 好像一個 靈形 好像一個 道靈形 那樣的方式 其實那個建築都幾美 那上面的燈啊 等等成都是 當然沒有 人民大會堂 那麼 宏偉 但是 都是很有特色 比如 我相信就是 中間那個地方就是 橡牙啦 跟著就是 有不同的瓷器啦 當然未必是豪華 都好像 青花瓷等等成的 但是 都是 有一種 這樣的氣派在這裡 那地下 黑色 再加上一些 雲石的顏色 都是非常之美 那麼 樓底非常之高 我想 相信你有 起碼四、五米 都是非常之美 那 之前說過 就是 本身就是 法國政府殖民的時候 應該 基於一些 本身以後建築物 就是 將它這裡 改為一個 辦公的地方 那 其實是 都 過往都是有 不同的 總統其實在這裡 開國會 那所以 都是一個 幾重要的地方 那 其實它的 中間文化 都是好像 很有 我們本身 中國文化 那個特色 中間的 龍啊 喜啊 等等成都是受 中國文化的影響 是幾大 那其實在 何志明市的最中心呢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這裡 那所以其實 你見到 有法文 有英文 有 越南文 那但是 應該是上一代 他們才會 才會再繼續用 法文 那但是 這一代 除非它真的很知識分子 或者真的有個 背景是 法國 如果不是 比較少人是懂法文 那 有少少像這裡 好像台北的總統府那樣 就是 海隔 海達格林大道就是前面 這樣才算 那這裡就是總統府 就是一個比喻 那當然不是 本身 都說過了 何志明市是純粹一個 就是 金融財經的城市 就已經不是政治的城市 政治的城市 就變成了 在 河內比較為主 那其實本身 何志明市 之前不是叫何志明市的 那所以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見到 我聽到 叫西貢西貢 那當然不是 行山過西貢 就是 新界東 那 就應該西貢的 譯音 就應該在 我們 在 油麻地 油麻地 和 大角咀的交界 有個地方 英國西貢界 那你見到 他的英文拼音 就應該是西貢 S-A-I-G-O-N 那就是 本身 是在 這個名字 那些人都還是 有些未改到的 就是 還是叫西貢西貢 就不是叫做 何志明市 因為始終發音 等等性 都是比較長些 那所以 就比較不同些 那我會再帶大家去不同的地方 那下一節會回來再說 好 那 那 那不同的廳開會 剛才都見到有些資料是 當 即是南越的時候 都 在這裏 是 李克遜 總統 都是來過這裏開會 那 就開完會之後 那 見到 那個 牌 就寫著 Private Apartments 那應該這裏 給他進來 就是 就是 可以有些貴賓就在這裏住 那 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他有 就是 當然大理石 有 有這些 磚 或者木的顏色 就是有些好像一些resort的地方 好像巴黎啊 或者 一些 熱帶的地方 就好像 那 就 不是說非常之豪華 那 就是全成盡大黃金甲 那 但是他 每一個細節 我覺得都是 實而不華都幾靚仔 譬如有些大運像的 的裝飾 那 就 這個就寫著 bathroom 那 就 你說 是不是很豪華 那 不是金碧虧黃 但是就 都 有些木的酸脂的傢俬等等 等等 都是很漂亮 我都非常之喜歡 那 那個 升降機都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 就是 像是 德國那個 remover 那個 鋁的表面 跟著 就是 木的框 都相當漂亮 那 很多地方都用木來做 這些木都是很漂亮 那 結果就是 吃飯的地方 那 那 長桌為主 中間 就 就是 有三個杯 那 就有些花花 就是 假花等等 等等 應該有些 香檳杯 有些是 酒杯等等 那 那 椅子方面 都是用木製 柳紋 綠色的 鋁 又有一些標誌 像是 一些 中國的符號 都是 非常之靚 那 前面有圓林 那 是不是很靚的圓林 又不是 但是都很舒服 那 兩層樓高 中間就封了頂 應該都免被一些雀仔進來 都非常之靚 那 這個就是另一個 bedroom 不知道 哪個是大一點 但這裏就有個偏輕仔 都是幾靚 好高啊 優雅 那可能有女士 因為 有個梳妝 在這裏 那些花等等性 都是非常之靚 那 那 就有些不同的裝飾物 那 那 而我估計就是 就是 這個 打獵 的 裝飾來的 即是當你打獵了 譬如一些綠 等等性 它就會將 那些角呢 就會裝了下去 這個 這樣的裝置 就告訴別人 我就 殺了一隻 這麼大的 角的 一隻動物 多數就是綠 這些可能就是牛 那 這些 這麼完整的角 都是相當靚 那當然 不贊成 再獵殺動物 但是 看上去都是非常之靚 那下面有些木製的船 因為 船對於 這個 在 越南的文化都很重要 因為 其實整個海岸線很長 是一個很收長的國家 未必長得像智利一樣 但是都算是一個相當非常長的國家 那所以它的船業等等性都是非常之厲害 而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 我見到越南的女士的腳呢 就是之前 超山講的 好像水上人那樣 它的腳的設計呢 是容易一些 而是 在 船上去 去做到平衡 都是相當的 那所以 整個工 我覺得 很美 很舒服 那 沒有一些 很 輝煌 很雲為 很 度度的黃金的設施 但是 就實而不化 是很舒服 有幾通風 那 不同的圖壇都很美 那這些紅地毯 可能 貴賓上來都是非常之美 我覺得是 很有格調 那 再去其他地方再帶大家去看 好 上到第三層樓 那 就 原來這個是一個 第一夫人的接待處 那 看到First Ladies Receptions 那 看看哪位 人士 應該是 我發覺特使 又有過來 跟著就是 在 越南有有 那裏面都是幾特別 有一張牆桌 不知道這個藝術品 是一個比較新的形狀 就 不覺得像是很古典 那 但是床上裏面 就是 在 天花板吊下來 有一個 水晶的吊燈 那 那就 挺特別的 就好像有一個花蕊 那樣形式的燈 跟著又 咦 幾有 應該都不是唐朝 就 福樂秀的唐三彩 那 有張圓燈 圓台 那 就 都是非常之美 那 那 就繼續走 那 特色其實都好似 那些框就用 鐵的框 那上面有些山獸 那 跟著有些石的 作為的框 都是很美 上面有些 木板的天花板 隔了在那裏 那些燈都是 很傳統白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LED 那 非常之美 那 就 有個平台的 但是應該就 出不去 那 就見到是有個直升機場 可以 呃 相信就是 一些正義的等等性 飛到直升機過來之後 就可以 停在那裏 那 再看看這個什麼 那 是不是應該電影的地方 那 那麼浪漫看電影 啊不是 應該看些 有些少少像小學的一些 禮託仔 我想我小學比他還大 那 但是就 應該都是可能一些 特別的 講話 或者是一些表演 可能吃完飯之後 就會有個 在這裏 去做 那 再走過來 那就 這個就是 放影會的地方 應該是 那個 放菲林的地方 投影室 那我想這裏有大約 六六三十六 我想四十人坐到這個位置 那應該好像都幾格聲 用完麵來做 那個隔音 哇 這裡有個木製的 鋼琴都幾靚仔 哇 有張波台 哇 這個三角琴真的不行 可能是 法國那邊做過來都不出奇 看有沒有名字 不過它沒有牌子 但是 哇 相當相當漂亮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吹過音 那但是 有個波台在裏 那些棍的長度好像有點奇怪 那但是 非常之美 我就很喜歡舊這些古色古香的東西 那另外 那就 哇 有打啤 有打牌 有打麻雀 那 應該是個巴桌 應該就是一些 比較是可以 casual 一些 可以是 大家 悠閒消遣的地方 那都幾特別 就是因為 不可以全部都是公視的嘛 那都要有些時間 是可以 休息一下 娛樂一下 都幾重要 那 整體這個獨立的工 啦 在Independent Palace 我覺得都是 很喜歡 很漂亮 那 我再去其他地方 應該在Public的地方 再拍一拍給大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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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